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来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这个新年开始了啊 新年开始了呢但有些地方出了一些事啊 这不仅给我们也敲响了警钟啊 因为呢老兵呢总归是先要看到事情最坏的那一面啊 警醒时刻提醒各位啊 让各位在啊快乐的海洋中 欢乐的海洋中啊 给大家提个醒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什么事呢就山东出事了 山东报街头打乱斗场面骇人 多人武器对打烟火互射 山东啊近日传出街头打乱斗 多名年轻人不仅手持武器对打 甚至不断向对方发射烟火火光四箭场面骇人 警方上9日发布通报称 已将涉案人员全部抓获 呃综合路媒报道 事件发生于山东省维方市 安邱市一条商业步行街上 路面年轻人在街头发生争执事后 演变为激烈的肢体冲突 相关画面可见 说年轻人手持各种武器 例如棍棒酒瓶 激烈的打动中 他们不断向对方发射烟火 一时间火花四箭 爆炸声刺激皮肤 由于烟火弹片散射范围广 附近民众不得不紧急疏散 对当地警察29日通报 12月28日1时21分 接群众报警称 有人在城区商场路与新安路路口打架 接报后立即组织警力 赶回现场处置 通报指出 警察 除了某某与赵某某因发生口角纠纷 双方纠集令员都 导致一人轻微伤 目前已将涉案令员全部抓获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我记得去年也 去年的 也就是今年过年时候 在河南 也是因为民众想放年烟火 然后警察说 有进南进放的规定 不能放 那么与很多小青年发生的冲突 小青年直接把警车给掀翻了 就四脚朝鲜 就跳到警车上面去踩踏 对吧 所以老兵都已经说过 就是你看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现象 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心里很愤懑的 很恼火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24年开始 我希望国家能够放开这个娱乐行业 对吧 你说你现在这个扫黄 扫的那么厉害 对吧 把这么多娱乐传统都关掉 把那么多野鸡店 战机里 全部都大规模扫的 当掉 你往年呢 你像这种时候 对吧 尤其是像之前经济形势还可以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大家就是说 都在上班 都在挣钱 都在搞钱 那等于说 你这个 大家没功夫去想一些有的没的 对吧 而且那个时候呢 也还有一些娱乐场所 我记得这个娱乐场所 这些 这些野鸡店 大概是从18年 开始 然后开始大规模打击的 就是在19大以后 就开始大规模打击了 在这个 17 在这个18大以后 那五年里面 那还是有的 没有说对这一块 特别动手 但是呢 从这个19大开始以后 这一块就是非常严 管控的非常非常的严格 那么 再加上这个疫情以后呢 人们的这个思想也大变了 就说 以前呢 就是你19大以后 比如说打击了这些娱乐行业 然后呢 那大家可能觉得啊 那都多点点钱吧 可能 攒点钱 抬个女朋友 抬个对象 找个媳妇 但是经过疫情以后 人们性情就大变了 我搞那么多钱干什么 万一哪天有什么 有什么灾 有什么难的 我就直接就挂了 对吧 万一哪天我 我被封控在家里面了 我操 那那我这个 可能在家里 就就这样那样了 出这种事 那样的事了 那我挣那么多钱干啥 我挣7000 跟我挣3000 也为啥区别 所以说人呢 就是说 就流行一个词 也是被我们国家 给禁掉的一个敏感词 叫躺平 不允许说躺平 是吧 但其实你说 你要把人当这个驴 去拉拉末 那你也要给对方 一些这个精神世界吧 对不对 你要让他有这个娱乐活动 那你说现在 现在国家 你说厂子厂子没有 会说会说没有 KTV KTV 对吧 这个 这个等于说 管得也很严格 对吧 一些婚厂子 管得都很严格 对吧 那你在里面 你原来说 点些小姐 或者点些鸭 鸭子 在那边玩 对吧 有的时候玩得开心一点 在里面 磨磨奶 磨磨鸡 磨磨逼 磨磨屁股 对吧 在那接吻 或者干嘛的 就是说 那你警察动不动 踏冲进去了 这个叫做什么 聚众淫乱 全部都拘留 都关起来了 对吧 就连这个按摩场所 就按摩场所 就是说是 一些正规按摩场所 对吧 老兵也挺喜欢按摩的 对吧 你警察就啪 在门口看 要么门啪啪 推进来 灯一打开 开始领检 查身份证 这样大的 对吧 你就是说 浪灵搞得都没心情 对吧 本来那个很放松的一个场景 massage很放松的一个场景 动不动警察 啪过来了 怎么样了 这样那样了 有些警察 而且只是说 说句实在话 架杂了个个人的 这个敲杂勒索的一些东西 只是说这个场子 没有给保护会 那天天就过来查 就就查你事 甚至还有钓鱼执法的 有些警察就是说 假扮这个客人 然后拿个手机 在那全程录音 然后就给 录音录像 震控摄像机 在那录的 然后就是诱惑这些 这些这个女技师说 我给你多少钱 你是不是有这个服务 是不是可以打飞机 是不是可以口报 是不是可以打一炮 我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加上钟 怎么样 对吧 就是说搞在 所有的娱乐场所里面 大家都没心情玩了 对吧 都没心情玩 而且这种场所很多 因为这样三天两天都这样子搞 然后呢 就基本上很多店都关掉了 因为你年轻了 你需要娱乐场场所的 就是在中国 就是在全世界啊 就除了我们中国之外 别的国家这个娱乐产业都是很发达的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邻近的 香港澳门吧 对吧 你像你香港 还有他妈可以找楼凤了 对不对 你澳门 当然澳门性价比不高 澳门你去找 去那去那些地方找太贵了 他打一炮两三千三四千的 对吧 太贵了 对不对 所以说原来你在国内 150块钱 200块钱 有些丧纳里面 对吧 解决这些问题 对不对 那他就说 人的他的这个力量 就是说我们用信牌来讲啊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火星啊 就是说 老兵呢 就属于火星是 是最强大的顶配的 就是说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 火星是你的能量中枢 啊 你的执行力啊 你的性能力啊 你的这个这个这个行动力 来夸完这个的 那老兵是火星天蝎啊 所以我 这个是最顶配的 所以说我能够控制我的这种啊 破坏的这种能量 因为火星它是个凶星嘛啊 就是说破坏力 我能够控制 我能够去掌控它啊 所以因为火星在这里 这个位置是最顶配的 那么好 那其他你如果说 你说弱势 最弱势就是火星巨蟹 对吧 很多伟大的拳击手 格斗家都是 几乎都是在火星巨蟹的 它的这个能力 能量破坏力特别大 那还有火星白羊 火星白羊虽然说也是陆庙 啊 跟天蝎一样都是陆庙 都是火星掌管 白羊跟这个 这个天蝎 那火白羊 它是 它的能量是很强大的 它也很强大 但是它的能量是收不住的 那如果说这里面 还有什么火双鱼 对吧 它也是通过这种感性的这种 去表达 它突然之间 它也有很大的破坏力 对不对 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火星 在一些弱势地位的一些星座 啊 那么它就是什么 它这个能量 它释放不出去 它就要往外面放 就是每个人 它会这样的 对不对 它有破坏力的人 它就是这样的 它这个能量 没有地方去收住它 它就是会外放 它外放 它就有破坏力 那如果说 它的这个能量 导到了娱乐场所里面去 它去他们玩了 玩小姐了 它去这边去喝花酒了 对吧 或者说有一些娱乐的地方 让它放松了 它也就不上街头了 否则的话 它就是尤其河南跟山东 为什么河南跟山东 每到年年关 连续两年 都有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这里有大量的人口 河南跟山东人口 是中国第一第二的 两个省 人口是非常庞大的 对吧 都是破亿的 啊 而且呢 单身男性是 是单身男性小青年 是非常多的 啊 对不对 那以往就是说 是在过年前的时候 才开始 就春孕的时候 才开始回老家 但今年呢 由于这个中美新冷战 全球争霸 对吧 由于这个经济下行 啊 很多就是说 元旦 元旦前后 就开始已经回家 提前一个月 两个 甚至两个月 都已经回老家 待着了 对吧 尤其在这个什么 苏北 晚北啊 这个玉 玉东南 鲁西南 这一片啊 中国历史上 就是说 经常会爆发 农民起义 暴力这个革 革命武装起义的 这个地方啊 就这一片地方 就是就是淮河 流域的 这个这这一片 对吧 啊 就尤其这一片 这一片 他一直以来 他的这个人的性格 他就是 他就是这个非常 就是说啊 就是就是敢干事的 那种那种性格 啊 而且他这破坏力 非常强的 对不对 那 现在你比如说 我看到 叫做一个词汇 叫复仇者联盟 复仇者联盟 就父亲的复仇者联盟 对吧 比如说在晚北 什么博州啊 什么什么 宿州这些 这些地方 或者是 这个这个玉东南 这些什么信仰啊 什么商丘 驻马店这些地方 对吧 很多小青年都回家了 这些小青年 他还真的 不是说一室无审 不是说他们都是三合大 大神 那三合大神 他回家无所谓 他们都不是三 他们还都是肯干的 可能还做点小生意 都是有房有车的 可能都是在老家 都买了房子了 都是有车的 但是他们都找不到媳妇 找不到媳妇 他们就聚在这个村口 大家就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散了一圈烟 都在那抽门烟 对吧 因为都没老婆 都没媳妇 或者那么 那么就 那他也有性需求 对不对 就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 发展了很快 就女性对男性 已经不再是说 你有没有生活保障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 都是独立的嘛 对吧 你女性都都独立 中国是最讲究男女平等的 好 你女性都都独立了 最男女平等了 女性独立了 那其实说对女性来讲 其实性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那你尤其是性张力 你这个男的看到了 我想不想跟你来一发 那么如果说这个男的 他就是说 他没有那个性张力 虽然说他很有钱 他没有什么性张力 现在女性 他也不会跟你 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男性呢 他就是会很很愤怒 哎 我明明有房有车 他妈的 怎么狗热的 他妈的 我找不到媳妇 对吧 那本来想 那大家原来你有娱乐场所的 大家回老家了 哇操 到哪个大庭妓院里面去玩一玩 对不对 到那桑那里 一起去鸡鸡鸡鸡鸡 热一热 他的能量往这上面去 去倒了 对吧 原来这些妓女 你让他去干这个妓女 就OK了 但是他们都在干直播 他们都在干直播 然后在网上就是骗了 也给破坏了 有些傻不垃圾的男的 田狗软男 贵公 妈一打上十几万 二十万 几十万 他妈的往上打 甚至少百万 往上打 那不就拆人家了吗 所以他已经 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山东 你看他的破坏力多厉害 他拿烟火 就拿那种加特林那种烟火 或者以前我们拿那种细长条那种 就只要可以这样子 啪啦 就要对放 打烟花 爆竹就要对放 对打对干 打了整个打 就在马路上 就在你走车走人的大马路上面 闹市区直接在那边 大规模泄斗 你说这种破坏力是多么厉害的 所以说 有些东西你直接给他 给他禁掉 一刀切 全部给他禁掉 不一定是好事情 你一点点娱乐都没有 中国就变成一个 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又不讲 我们又不搞那种 那种福利的 对吧 我们明明中央讲了 不一样懒汉 这个是这个 不搞这个什么 过度福利 不一样懒汉 不搞过度福利 其实已经让很多人听了 已经很不舒服了 对吧 那再加上有些 其实呢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其实有些钱 它是这个 需要一些外交政策 外交铺路的 对吧 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 对吧 可能说大撒币 撒一撒 对吧 但是很多人 他听了以后 他是很不舒服的 但大部分人 他没办法理解的 但是很不舒服 然后呢 你又没有任何 一点点娱乐场 所以说 中国现在都没什么地方玩 没地方玩 你让人去干嘛 对吧 没有地方玩 然后呢 又这个经济 又是下行的 对吧 很多地方又没有攻可打 那你说这些人干什么 那他就破坏力就上来了 对不对 今天这一期 明天那一期 那还有就是说 本来你有这些地方的 那有些女孩子 他还不会受害 还不会说被人家强暴 或者一些落小的男孩子 因为现在变态也多了 对吧 他可能去强暴落小的男孩 去报屁人 屁眼子 对不对 去强奸人家屁眼子 那现在这种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 对不对 你虽然要有这种地方去玩 但是你不是说 你就把它给合法化了 那也不是 就是说 像以前 政府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政府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具体是什么 这些娱乐场所里面 妓女 卫健委会定期 给他们三个月 做一次 做一次这个 艾滋病啊 或者眉毒双螺旋 对吧 HIV这个抗体 眉毒双螺旋 还有这个灵病的这些检测 对不对 那你说 魏健委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检测 那 做明政府 他知道你这里是干这个东西 那政府以前为什么说 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这个有利于社会管控 这个才是有利于社会管控 你太紧了 全押完了 押完了 那 臭敌反弹 那他们 力量没地方宣泄 就是 就是打来打 打去 乱搞来搞去 然后对这种弱小的女孩都要下手强奸强暴 有这种歹念这种事情就上来了 然后猥亵 性骚扰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东西嘛 已经看到这个事 它在背后的严重性 希望呢 就是说 咱们政府就引起政府的重视 还是这个娱乐场所 还是需要的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感谢观看